Hello 我是Fanky 今天又是老地方福田關口出閘 接著去坐10號線 去一個地方我想看很久的了 就是這個江夏北站的深圳之眼的地鐵站 怎樣去就不多說了 因為其實很容易的 10號線福田口岸上車去江夏北下車就可以了 不過沒理由上來看一看地鐵站就走的 那我們就順便搭多兩個站 去這個東瓜嶺站 深葉上城 看看那裏有什麼食、有什麼玩和有什麼看 因為很多藝文青都會必度打卡的地方來的 好 那我們出發 這個江夏北站其實用了一個開天窗的方式去採光的 所以令到整個車站的光線是很充足的 你日間去到覺得這個車站真的非常之光猛的 由於這些天窗你抬頭望上去就好像一個大漩渦 很光的在上面 所以也有另一個名字叫深圳之眼 除了大唐有兩個這些深圳之眼之外 在另外一邊的入口都有三個這些天窗設計了在這裏 我覺得有一個規律在這裏就更加好看了 好 那這個江夏北站就很快地參觀完打完卡了 那我們下一站就去這個東瓜嶺站的深葉上城 看看深葉上城裏面有什麼玩和什麼食 還有那麼多藝文青都會去打卡 看看裡面裝修成怎樣 好 看完這裏我們走了 轉地鐵 好 大家看到地鐵幅圖了 江夏北去東瓜嶺就是兩個站 出了站就E出口 見到這四個大字了 真是盲的都看到 跟著E出口一路走 跟著條隧道一路走 不要在F路之走出去 那一路向前走就到了 不知為什麼我每次都這麼黑仔 人家的扶手電梯就動的 我去到又停了 不知是不是真的人品不好呢 走到尾呢 見到這條地下食街就對了 上面寫著深葉上城 在這裏吃東西先又行 走完再吃又行 很多經濟的東西在這裏可以吃到的 詳細我就不介紹了 因為大家去到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 大家樂都有的 入面放心 至於價錢方面 我就拍了兩間餐廳的餐牌和價錢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興趣可以CAP了一張圖來自己看的 價錢公不公道呢 見仁見智啦 食街這一層就是B1 我們吃完之後上扶手電梯第一層就是L1 這個是商場裏面 如果你想出露天廣場就要上L3 要上三層 不過我們在L1 L2的地方走一下 看看裡面有什麼商店 其實這個商場比起其他一方 那些商場就會小很多 但是那些店舖都很大 還有很多東西你看的 不過價錢就會貴少少 因為這個商場我走了兩層 都很多層在賣車的 即是有錢人啦 這個商場呢 第一件事就是去潮一下盛 華為的showroom都在這裡了 那這個陳列室呢 就真是誇張了 大到不只是賣手機啊 電腦啊 連車都可以賣的 如果你喜歡賣華為的電動汽車 就來這裡買吧 另外一間呢叫番茄口袋 那跟番茄系列有差距的都捧一下 誰知道去到呢 未開張啊 明天12月9號才是正式開進日 唯有站在門口拍照 但發覺原來裡面都可以拍的 不過是給VIP的 另外如果我們要去這個露天的廣場呢 就經過這個文華東方酒店出的 但如果這裡有個外街牌 你跟著這個外街牌出 就會發現一間很大的陳列室 就是SONY的陳列室 喜歡SONY機的 麻煩你也來看看 肯定洗劫你賀包啊 如果被SONY洗劫完之後 你就可以轉到廣場 這個露天的廣場呢 其實我覺得 就不是說 那麼必須要來的地方 特色呢 不是說沒有 但是不是那麼漂亮 大家都知道 我就很少介紹食那樣東西 我多數介紹一些景物 給大家拍照 但這個廣場 雖然空地的位置 經常都有些不同的展覽 擺設你們去拍照 但是地方不是算大 只不過是說它有少少特色 有些建築物的牆身 會給別人去拍照 會好很多的 但是如果你有帶毛特兒來這裡的話 那就好了 正如好像我這樣一個人去拍 我就覺得這裡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好拍了 但是如果你打算來拍人像呢 所以這個深葉上城呢 當年疫情前 未有地鐵接通的時候 其實真的比較靜的 現在接通了地鐵 人氣就會多了些 大家來吃東西就會要排隊 但是呢 都不算多人的 大家看到啦 我今天去到呢 雖然是行日 但是其實它的人 人流不是很高的 由於以前沒有地鐵接駁 我都等了幾年 才來這個深葉上城走一走 如果你是比較文青一點 你來這裡喝杯咖啡 吃個餅 喝下午茶 這個深葉上城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來的 因為它在很多這些樓梯的位置 在一些牆壁上面都游了這些彩繪 如果你來拍照 就非常之美的 但是呢 只是一幅 你不會經常來 因為它也不會經常轉的 聽聞這個蓮花山公園的入口 就是這條天橋 星夢同行這條天橋走出去 晚上就有夜市擺到 也有夜景燈光看的 但是呢 這一個商場對我來說 真的不太吸引 所以我沒有等到夜晚 我已經走了 那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這條天橋 已經擺滿了 那些店舖仔 街邊檔 然後再旁邊 這些 月球 星球的夜晚 聽說是會亮燈的 其實是會幾美的 而且除了商場之外呢 這一個露天的廣場 也有很多食肆的 那你喜歡吃什麼 中菜啊 西式啊 或者咖啡室啊 都有很多在這裏 大家可以在上面選擇一下 我都是一 平時一貫以往作風 我就很少介紹這件事給大家 因為我一個人呢 也都不會再去吃 因為這些店舖 全部都是吃套餐的 那我一個人吃得些什麼呢 所以我就唯有拍一拍 那些店舖的招牌給大家看一下 那見到那個名字呢 大家可以上網 或者上去大眾點評搜尋一下 他們有些什麼好吃 有些什麼是不好吃 還有值不值得吃 好了 最後我就在這個肯德基的叔叔間店舖 吃了一個餐 那就回港了 打算在香港吃晚飯 不留在下面過夜了 那我是Fanky 那如果大家喜歡看我這段片 就記得做三件事啦 那下次他有些新地方 值得去的地方 我會再介紹給大家的 下次再見 拜拜